为庆祝重阳节及发扬社会大众 重视家庭及婚姻制度 延续敬老孝亲及世代传承的美德 园林市公所特别举办 金婚 钻石婚 白金婚 及长青楷模表扬大会 会中表扬白金婚一队 钻石婚八队 金婚六十一队 长青楷模共十位 我相信我们这个标用 可以让我们社会更好 让我们家庭更幸福 因为老公要走五十年 六十年七十年 真不简单 可以说对家庭的 这一面也真正 有少年拍照到老 照着我们这个标用卫党 让我们的社会 严格了解到 要怎么好顺我们的父母 要怎么尊敬我们的父母 我相信这是家庭的气氛 人们说的是 齐家 治国 平天下 家庭成交更好 我们的社会就会更加合适 在这里利用这个标用卫党 也要祝福到我们今天 这是标用这些白金婚 三角婚 和金婚这些 老婆和长青楷模 都可以成为我们 园林寺的表率 此次接受表扬的阿公阿嬷 攜手有幸走过一家子岁月 自结为连礼这一刻 就全心为家庭与孩子打拼 历经人生辛苦与甘甜 对彼此只有更多的依赖与信任 堪为现在家庭社会的楷模 公益频道许维珍 袁林采访报道